这里面的话 因为全部都 我用的东西都是Google的东西 而且完全免费 第一个就是云端 刚刚那个表单是云端一点里面的表单 你们可以在新增表单 建立一个表单 就把你的问题打上去 其实大概三分钟就解决了 就可以做出一个表单 但是它的网址很长一串 所以我在用go.go 把网址缩短 缩短的同时 它可以帮我产生一个QR Code 我再把QR Code放上去 这样就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各位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完全免费 效率各方面稳定性都还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就是说 这些东西 以往你要做出一个线上表单的话 其实没那么容易 以前要写什么一些 一些互动网页 我早期是ASP、ASP、DANETS、PHP、JSP 反正都是一些P 你要建Server 后端还要一个Database Server 这些都要有人管 你要24小时开机 要UPS 要防火墙 要随时要 而且你要随时update 尤其Microsoft东西 偶尔会有一些漏洞 你要去补它 所以很麻烦 要管Server 现在通通都交给Google了 Google它东西 Google这个东西 因为它其实备原很强 如果这个Server crash掉 它马上另外接手 所以从来应该没有连不上线的问题发生 好像几乎微乎其微 第二个是说你资料可以写到哪里 以前是写到Database 现在是写到哪里 写到四串表上去 所以现在它也有云端硬碟的API 它也可以让你怎么样 去存取 也就是以后 如果说你不想架Database的话 你也可以拿云端硬碟 来当你的Database 它这个好处多了 如果是中小企业的话 其实很方便 为什么 第一个你不用架Server了 你就把它拿来存取就好了 那不是很方便吗 以后东西存在 那你只是小量资料而已 你就不需要还要再弄一些Server 还要维护干嘛的 就简单多了 所以这一套东西 我还蛮建议各位可以学一学 Google之所以会成功 就是因为它云端的这些资源 都几乎是open出来 而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给你使用 然后再结合它什么 结合它自信手机 再结合它的APP 你几乎发现 因为像云端硬碟 在PC上可以用 在Android手机也可以用 也就是说 刚刚这个画面 如果你用QRGO拍照的话 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无论你是Android的 无论你是Apple的 通通看得到 填完之后也可以到我的试算表里面 另外它的APP 云端硬碟 那个APP Android也有啦 那你说Apple 也有啊 你Apple App Store里面 你输入那个云端硬碟 也可以找得到 Google的云端硬碟 那看到东西都会一样 所以 刚刚各位填了之后 这些东西填完之后呢 就会到这边来了 那这个就是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的那个填写的结果 就已经到云端的试算表 其实 这个拿来当database 好像也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一比一比 而且如果说 你要汇出档案 便利Sale都可以 可以啊 很简单 档案里面有个什么 下载格式 Microsoft Excel 有没有 那这样不就会整了 所以以后要取了一个Data 太简单了 完全不用写程式 所以这个方式 我用了还蛮久了 一直都很流畅 而且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用了 至少四五年 上课就用这种方式 从来没有 没有那个Loss资料过的 相当稳定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就变一个Excel档 那我可以在Excel里面 去做后续的处理 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我甚至尽量就不用那个Excel 我直接在云端上处理完毕就好了 不然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还在处理 是不是要再传回去 麻烦 感觉云端上一次作业就完成了 而且今天如果说我有事离开 离开这部电脑 对不对 到手机上登录 看到的一模一样 手机上处理完毕的 回来这边又更新了 而且甚至你这个档案 你还可以share给别人 别人可以进来改 然后你们还可以在线上 还可以talk 这个云端的方式其实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大家作答了结果 这个也蛮好用的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 我们这一班应该不止20个 不过大家有甜问就20个 大家来看一下 那 第一次上课我就是很喜欢 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OK 第一个答案是多少呢 255 所以有13个同学答对 我不晓得是不是之前有救生 是被答案 就是知道答案是13 如果被答案 不过我只是稍了解一下 就是Java 大家对Java熟不熟 OK 所以有65的同学 应该Java是OK的 那这样就更好 那自我简介跳过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 另外就是说大家的程度 高阶的没有 然后进阶的大概有五位同学 五位同学 所以说五位同学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班的落差 其实程度落差还蛮大的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你是进阶的 偶尔也帮帮旁边的同学 应该是说真的 这方面课程不太容易 也会很容易 就是会做不出来 所以互相帮忙一下 那入门还有 这边还有有学没有懂 有七位同学 七位同学的话 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会提供云端的白板 就是我最后的画面 会给各位参考 另外 另外动作会录下来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只要repeat 反复听应该也可以 就是达到你学习的目的 大概希望以哪部分 上课以哪部分为主 最多是这个 多一些APP的范例 百分之一百 全部同学都希望 多一些范例 再来第二个是开发的实际练习 那也是实际的 大家只是想要做这个APP而已 那至于考证照呢 好像只有三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看可以当列为参考 列为参考 大部分同学好像就是 就是要学APP就对了 那我们也不要 防止太多啦 反正前提就是 在学期结束前 反正大家一定要 做出APP 至于做得好坏 或者是成果如何 当然另当别论 反正就是要做出APP出来 然后将来的话 也要学会用QR Code 然后看看你把它印在哪里 将来大家一扫一下 就可以装在手机里面 大概就这样子 其实大家现在需求 也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 那OK 我们会step by step 教各位 因为这个 之前也有同学 也跟我要一些 那个sample 就是要跟厂商demo 然后我也提供给他 一个QR Code 他也scan之后 也是安装上去 所以这个不会很困难 而且要怎么样产生 这个APP 后续会陆陆续续 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各位做说明 但是如果你想要先了解的话 建议各位回去先看那个 我懒人包里面 最下面有一个phone gap 有没有 就是大概这学期 其实这个也是 这学期有在几个地方上课 那些你可以先看过 因为那边都是比较基础 比较算是你打一个基础 了解一下 整个运作的流程 那我们这学期的话 也是等于是把 几个地方上课东西融入到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然后尽量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学会APP的开发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呢 最多八成的同学是兴趣 想要学新的东西 不错 跟得上时代潮流 然后自我成长 然后刚好需要APP技能的有六位 OK 不过其实 这个当然也是 APP本身就是 开发一个APP本身就是一个专业能力 一个技能的 其实说真的 现在你只要可以写出APP 应该很多公司会想要找你去 如果你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什么 放在那个 Google Play 以前叫Market 如果也可以看得到的话 那更好 那等于是你的那个什么 履历上面就有作品了 其实有作品那会更好 OK 将来的话 你要做在 融入工作的一部分 算最多 所以将来也有同学 会想要变成工作的一部分 甚至应该是 也可以转业 如果你想转业的话 其实有两个同学想要 转业也是 那因为 当然也有部分的工作是 纯粹是写APP 也有些工作可能 他部分工作是写APP 也有部分工作 就是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这部分也可以当成各位一个参考 那是否 有智慧型手机呢 大部分都有 所以百分之95的同学 有智慧型手机 那有75的同学已经很顺手了 那有一个同学 还在用什么呢 智障手机 我现在真的 我想要 真的要找到那种 早期的手机 好像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就跟那个以前 那个数位相机 新起的时候也是一样 现在要买底片 你可能都没地方买了 现在哪里有在卖底片吗 好像很难的 对不对 那一样 以后的话 那个 手机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浪潮 没办法 如果你不用的话 变成说 这个 这个也就会跟不上时代 不过当然要小心 那个 那个什么 现在不是一直说什么 蓝光 有没有 就是你看太久 眼睛很容易产生病变 不过也是要小心 当然工具是看人用的 是不是有吃到饱 哇 有七成的同学 是用吃到饱的 也就随时可以上网 这个数字其实还蛮 蛮 蛮让我觉得压抑 因为现在 好像大部分都有办吃到饱 OK 然后对Java熟不熟 完全没学过的 六成 所以诚实好像也不能讲太多 不然我看很多人应该会 会举白旗 OK 好 再是这样子 然后想要买哪一支手机 哪个品牌呢 HTC 最多 大家还蛮爱过 但是 但是HTC好像看起来好像 摇摇欲翠的 但这个OK 那Samsung等等的 是否愿意担任搬带 刚刚好 两个 刚刚好 所以等一下就这两位了 一个是奔带一个是学艺好了 好不好 这样就简单多了 OK 然后再来 大概是这样子 有一位是可以考虑 那尽量 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公大学 也是个团体 所以尽量大家互相学习 否则的话呢 在学习气氛越融洽 我们学的当然越多 而且其实各行课业的同学都有 互相其实可以互相切磋 那 等一下的话 我稍微点个名好了 反正就是站起来 给大家聊看一下 然后 稍微讲一下你跟App的关系 为什么 等等的 就是稍微做一个 我们这个上课用书 那这本书的厚度还好 其实我放在车上 大概就这么厚了 没有很厚那定价的话 其实定的还好 450块 如果你们可以自己 大家问问看 有没有更低的折扣 如果 八折的话 应该就300多块 不过这本书有新版的 尽量可以拿新版的 它有做一些更新 那这本的话 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会做网页 或者你有曾经做过网页的话 也可以利用做网页的概念 很快可以做出App出来 那好像有同学 像我们班长已经开始在 你有买这本书吗 有吗 所以它里面有一段 你刚刚问那个PhoneGap 连那个模拟器有问题 对不对 对 我就一听我就知道 就是这本书讲了 那一部分 有问题 教的有点问题 所以那部分 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解 然后更简单 就跳过去了 你们不用说一直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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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